我們今天要看的很特別 就是新款的Continental GT-C 還有我們的上一代 然後2016的這一台 有感覺喔 有有有 有感覺 我第一次試一台車 試到不想下車 你知道嗎 真的很爽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他是凱哥 換朋友 我們今天又在熟悉的 遇見好車 那這邊因為專名高級車輛 那這些高級車輛說真的 一般人比較少見到 其實之前我們拍了幾次 不管是坦棚的 老師還是也好 還是什麼的 其實很多人就在底下留言 我看了幾則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 又在幫遇見好車業配 做廣告了 我們剛剛在講這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這樣子的車 那還有一點業配玩 你有辦法買嗎 要業配是業配一個 一般人買得起的東西 那才叫做業配嘛 業配這種 動輒一千五百萬以上的車 這個是說透過我們超派人生 透過凱哥的介紹 因為我跟James哥 還有這邊的老闆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好兄弟 所以透過我們的節目 讓大家看到這種 很頂級的車輛 而且像這個 其實早就賣掉了 要不是拜託借來 就是展示的 讓我們介紹一下的話 其實它下個禮拜要交成 其實我們是站在一個 分享 然後讓大家的視野更開闊 我們今天要看的很特別 就是新款的Continental GTC 還有我們的上一代 然後2016的這一台 那待會兒會做一些比較 跟凱哥跟James一起來看看 這一台 兵力的敞篷GTC 超派 我們先訪問一下James哥 你對有人說這是業配 你有什麼看法 業配喔 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車在外面 你連總代理你進去 它裡面都沒這個車 像我們的那個 Fantum 這個車在總代理 它是客製化的車 一台車要4000多元 總代理絕對不會先進進來 然後擺著賣 因為它擺一年就有折家 我們也是本著 就是跟超哥 凱哥大家都好朋友 我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分享 遇見好車 不需要打知名度 我們今天是把這些車 連總代理都不見得有的 把它分享出來 不是 不是為了要業配 就是為什麼藍寶堅尼 從來都不打廣告 因為買得起藍寶堅尼的人 不會看電視 喔 沒錯 像超哥就從來不看電視 我真的不打乾電視 因為夏天到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 特別介紹兩台敞鋒車 這兩台其實說真的 從這個角度看 除了它有黑化套件以外 其實還滿像的 它的形狀 其實從第一代到現在 變化都不大 只是把這個 譬如說中網的幅度 變大變小 或者是說 那個位置稍微調整一下 它燈也一樣 本來是大的在外面 小的在裡面 現在變大的在裡面 小的在外面 兵力的車其實它很有自己的 一個風格 而且辨識度很高 那這一台車呢 整台車其實就是 有黑化套件 尾燈啊 煞車燈啊 然後前面的大燈啊 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的黑化的一個特色 金的燈是水晶切割的嗎 對 鑽石切割的頭燈 所以其實兩個燈 你一比較下來 你就可以看得出差異 尤其是燈點亮的時候 這個燈真的特別的吸引人 很閃 尤其搭配上這個 所有的黑化 對 黑化 黑化套件 很有個性化的感覺 邰哥剛說這個是 黑眼圈 對 黑眼圈 是晚上出動的 怎麼又滿適合你的感覺 對 應該是我的超級 不要再推了 不要再推了 選這個黑化套件要多少錢 超過60萬 沒有沒有 他一台三個一個 你看光這個水箱護照 然後這裡 然後你現在看到 側邊的全部都黑化 我自己個人認為 應該是100以上 有可能 而且這個車的選配 其實還滿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 新舊款的自動更車的部分的差異 新款的你可以看到兩邊 這邊有兩顆 舊款的中間這個地方而已 它這一個ACC自動更車 而且只跑8000公里 兩台都跑8000公里 一台是2016 一台是那個2020 這個是2016年 等於是說最尾巴的 就是改款錢 其實你看它的包就知道 這個包剛好就是 最末代的那個包 車尾是差最多的地方 新款就是那個世代 的確這個也比較漂亮 比較動感 但是如果你接上 沒有這一台的時候 只有這一台 你覺得它還是很漂亮 所以這樣看 也完全不會流行 對啊 不會流行 兩台一比 所有東西繞一圈看一下 你就很清楚 只有我們預計航車 可以給大家這樣子的介紹 不要再說我們業配了 總代理 我們是分享 總代理也沒有辦法 把這兩台擺在一起 搞不好都沒辦法 而且它連那個 鎖車牌的地方 其實看起來都很有特色 也加了一個黑色的框框 你看那個舊款的 那個後面那個 鎖牌照的地方 跟這個比較起來 這個真的好看多了 這個好像精品一樣 它整個連維斯館都有黑化 這個就是低調奢華 上一代它感覺是比較方正 然後比較中規中矩 那這一代其實就已經跳脫了 那個一定有一些經典的包袱 什麼的就是比較年輕化 除了外在的差異之外 它還有內在的差異 這個車呢 比上一代的其實輕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 而且相對車子比較輕 所以其實馬力就可以變大 加速也變快 上一代的大概五百左右 五百出頭 那這個現在已經到了大概五百五 五百五十幾 對 我這樣兩台把它打開啦 其實 從後面這樣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比較一下 唉唷 差一點點 唉唷 唉唷 OK 這停車的技術 真的好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從內裝 其實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其實真的有差異 新款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選配了一個叫做 翻轉螢幕 新的介面看起來就 比較像現在的車 很新潮 然後很科技化 舊的車其實 我們這樣一看就知道 這個真的很古典 尤其是像這一台 它還選了大面積的木紋式版 對 這個看了其實 就很像勞斯萊斯的 那個遊艇的那種感覺 你現在看這台車 它的內飾還是非常有它的味道 就是英國車的典雅 當然你轉頭看到這裡 你就會覺得 哇 原來典雅又可以跟時髦 對 還有科技 整個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有一點米黃的內裝 你會覺得很溫暖很舒服 搭配它的木紋式版 整個感覺 而且甚至它是比較耐髒 然後比較耐用一點 所以說這種車 真的到了這個等級以上 其實都是照車主的喜好 去客製化 所以你說這個車 到現在你不覺得這個車 會老氣 說真的 我覺得 尤其是這個的價格很超值 那一台剛好這個兩台 對 這台現在 這台現在我們大概賣 開價差不多650 這一台大概 這要1250 這個連駕駛座 其實都非常非常新 而且它皮你摸起來 其實就有那種 新車那個皮的感覺有沒有 對 所以新款除了這個翻轉螢幕 它還多了什麼 新款的那個米樂套件 它的零格紋其實是不一樣的 以前的零格紋 就是沒有中間這個 沒有這麼細緻喔 對 它現在的零格紋 多了中間的這個刺繡 這個叫 它的整個車內的氛圍燈 它現在也都把它融合進去了 那它那個氛圍燈 一樣都可以調色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氛圍燈 照到這個白色的 米色的這個 這個內裝上面 反射出來會讓你覺得 哇 那個情境真的很漂亮 而且據說它的開關棚 不到20秒 對 而且它時數50以下 中間都可以開關 然後這個車呢 就算在冬天開 其實它都有暖氣 新舊款 其實它這個地方都有個暖氣 有點像說 你帶個圍巾 空氣圍巾 它真的車子 你看它的 這個雙色的這個示範 這一般車其實你很少看到這樣 雙色 一個是傳統的木紋 一個是這個鋼琴烤漆的 對 有一點鋼琴烤漆的 這個整個融合在一起 如果是你整個都是木紋的話 你會看起來覺得它有點老氣 可是這樣子的配置其實看起來就年輕 英國人真的很在座車 對 你看老史萊斯 你看兵力 這個車坐起來 真的是美啊 這個後座坐起來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椅面的那個配置 這個椅面還稍微比較比那個大一點 所以它坐起來 坐長途已經算是很OK了 說真的 你後面帶兩個妹子 這真的很適合 而且它坐起來是舒適 換這台啦 你酒醉的時候它載你 你要吐比較好吐 直接吐到外面 就這樣子 站起來 好 那我們就出去 來試一下這個 GTC 對 沒錯 超白 其實這樣開真的很舒服耶 這有沒有感覺像 我們要出發去海邊玩的感覺 開這個車心情就不一樣 真的 雖然載著 雖然載著四個磅子 對 你看現在外面三十幾度 可是你開在這個上面 吹著冷氣 不會覺得不舒服 對 你還是覺得很舒服 也只有遇見好車 能夠出動這種陣容 兩台兵力 一台兵力在攝影師 有看到嗎 對 連攝影圈都是兵力 哪個兼材在說我們業配的 我們來嘗試一下 行進兼開關頭好不好 好 來 哎唷 所以我們兩個頭不會被夾放 哈哈哈哈 不會 不會 呃 哇 哎唷 有夾到 哎 有感覺 很快耶 很快 十九秒 哎唷 瞬間切換喔 對 馬上就變長篷車了 哇 20秒不到的時間 他開關篷幾乎是無聲耶 對 無聲 沒聲音 沒有那個機械的聲音 對 哇 這個很爽喔 為了以後超派人生拍攝方便 還是我們買一台兵力場坑給攝影師開 不錯 這個超哥 超哥獨棄 超哥自己沒有開兵力場坑 他們是給 沒有 他都是讓人家載的啦 所以沒關係啦 然後晚上他們下班以後 還可以客創我的司機 想補出我買那台車給你 要嗎 載載載 去哪裡我都載 哈哈哈哈 新款的其實 性能真的跟舊款 其實開起來真的 我覺得那個 差異已經可以讓你有感覺 波波波波波 真的咧 波波波波 大家就是常常透過超派人生 透過遇見好車 我們這樣的合作方式 呈現出更多不同的車輛 這種車真的是 男人一生的夢想 沒錯 但是男人就是要有夢想啦 是不是 我們超派人生 讓你看到了這些東西以後 起碼你知道了說 有一天 當你有所成就的時候 有哪些車輛可以選擇 再不然 你也可以當作增廣見聞嘛 對 有感覺喔 有有有 有感覺 非常有感覺 欸 這個車 你不要以為 它只是帥而已 跑起來也是很兇悍的 真的有馬力 這真的在馬路上 也沒有幾台 能超過 真的 哦 這過彎 這個感覺 對啊 這個四驅的 四驅喔 它剛剛好像黏在地上一樣耶 沒錯 這個是 我第一次試一台車 試到 不想下車 你知道嗎 真的很爽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遇見好車 超派人生 凱哥 跟你分享 最新一代的 冰力敞篷 超派 走